以前我小時候 最喜歡去玩的地方 除了剛剛講的那種 海邊 是 就是我大阿姨家 等一下是我三阿姨 我媽媽是二 老二 然後我大阿姨跟我三阿姨 嫁 同一個 不是老公 小時候也太時尚了 同一個村子 這樣就同一個村子 然後他們就是隔壁而已 就在旁邊 然後小時候這邊的鄰居 都非常的敦親慕靈 所以這裡平常 你看這邊的房子 都沒在鎖門 對 都沒有在鎖門 然後隨時都可以進去他們家 真的啊 這裡如果招小偷 很快就會被招牢 招小偷都很熟 因為戶書都很熟 對... 但是現在很多民宿就很難講 以前都打開了 現在你看門窗已經關起來了 唯一 好 到了 唯一到的這一間 就是我三阿姨 他們家是開的 因為你們要來 所以開 阿姨 妳介紹一下我的阿姨 妳不說她跟我很熟悉嗎 對啊 雙胞胎嗎 對 因為我小時候都吃 她的水都大了 我 她也有一顆三百幾 她什麼 真的是很像 阿姨 妳說兩隻 外面怎麼還沒說 對啊 因為我一直說就 我跟妳說妳介紹一下 今年幾歲 今年74年 74年是什麼 74年 74年是今年 36歲 對... 不錯 我今天帶這兩個 有冤頭嗎 你有跟阿姨嗎 有 偷偷送給妳 偷偷送給妳 請今天這集 特別來找一下秀卿姐的家人 對不對 我媽媽在幾年前已經 在天上做仙了 阿姨就像我媽媽 因為她跟我媽媽長得一模一樣 這什麼菜妳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菜脯 菜脯 對 這個 這個 那個 鬼頭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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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菜 對 頭前海底 這什麼 這個豆子 豆子有故事 唉唷 會Cue自己喔 那妳說有什麼 那個十幾年前 蔡秋風 剛才在山上 王蕾霞 王蕾霞 來我們豆 我那斑豆子 回來 他會在這裡 豆瓣朗 我們就同樣坐這樣 好開心喔 結果突然有一個人 鄰居從外面衝進來 然後一直吼 用吼的 他怎麼說 他說 妳豆子吃不吃 他說 我剛才要吃而已 剛才要吃 他說 馬上整盤倒掉 我們很生氣 我們那些辛苦 這麼辛苦 我們在那邊三大天 對... 弄很久 好 阿咪就好了 好知道妳沒吃 我剛才吃 他補了我而已 剛剛才噴農藥 剛剛才噴農藥 你知道嗎 還好他趕快衝進來 要不然我們三個人 已經不在這個世上了 是啊 今天這個 有嗎 那要等一下 要有人跑進來 阿姨要跑進來 我們請製作南萬間吃一下 對 那要怎麼說 他小時候 是都在這裡 很大 很大 照顧 他就是說 他就是要製作南萬的金錢 那他出國的時候 他就 要厭惡 整個厭惡 那不然就要三個三個 他吃好料的 他比較快的 來吃好料的 來吃好料 就叫他爸爸來帶我們去 再去哪裡你知道嗎 來去哪裡 台北 就從這裡 對啊 到台北去 現在他們很開心 第一次嫁到台北 第二次嫁到台南 嫁來台南 我如果去吃好料會比較快 後來我就嫁來這裡這樣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 從小在阿姨這邊長大 因為小時候我們家太窮了 在阿姨家 不可以吃那麼多菜 很豐盛這樣 對 我們家頂多就是 太薄了 也沒有這個 因為去摘海菜是要賣錢 那阿姨都捨得給我們吃 我跟我妹妹兩個 就在這裡長大 然後我們的童年很快樂 雖然很窮 你們一定不相信 我沒有吃 我小時候一直到我國小 我年級 我去歌唱比賽 我才有糖果吃 因為我歌唱比賽 是為了要養家 可以得金牌 然後去變賣錢 就有學費 我從小就要養家 對 然後 因為小時候家裡太窮了 爸爸媽媽養不起我們 所以就把我跟妹妹 丟在阿姨 阿姨這邊 自己種米 然後都會一袋一袋 給我們家裡 然後 怎麼 怎麼年月飯搞成怎樣 這很開心 這不是時尚玩家嗎 這是真的 看我們傳達這些故事 跟 沒有 因為其實我們節目 一開始的中間 是回憶來賓以前的故事 那我覺得 今天這一集 應該是我目前覺得 最回到過去的一位來賓 我一定也很疼我們 因為他的小孩 我表妹表弟表哥三個 他也不會說 把東西好一點的藏起來 比如這個鬼頭刀 這個魚藏起來 或怎麼樣都沒有 全部都我們一師同仁 他們有什麼 我們就有什麼 因為我有偷偷去翻一下 那個裡面的位置 看一下有沒有偷藏 什麼好料 我算是去鞋櫃裡面看 看有沒有藏 你還翻到鞋櫃去 所以我們的童年非常的快樂 因為有阿姨幫助我們 然後現在阿姨到現在 她自己種那個洋蔥 沒有農藥有機的 她每次都會想到 寄整袋的給我 都可以生吃都不用信 第一張上片是幾歲的時候 第一張國語專輯 這是幾歲的時候 這是11歲的時候 11歲初到 第一張上片 有沒有看到六燈獎 中式六燈獎 兒童極致歌唱 我永遠記得 那個衛冕者 17關 然後第18關 他就衛冕成功了 我第17關 他要過的最後一關 我把他打下來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我爸說 因為我們是從這裡 恆春這裡 然後跟親朋好友借錢 去比賽 去台北比賽 去台北要需要路費 那一天我永遠記得 我過關的那一次 不是還會再比第二次第三次 對 第一次他就被我打下來了 我就跟我爸說 爸爸 他剛剛爸爸在後台在那裡 他說他差一關 他就先說了 不然我們留他好嗎 然後爸就很生氣 你說什麼 我們賽家要去給他 你現在在說什麼 我們現在還有很多 你現在要留他 一語精神 夢中人 對 然後 比了半年之後 重點來了 半年之後 得到這個獎金三萬塊 我很開心 我以為這三萬 我們就可以過好日子 我就有學費什麼什麼 結果你爸 你知道我爸做什麼事嗎 什麼 回來 我爸爸拿這三萬塊 包了一台遊覽車 我起雞皮疙瘩 包了一台遊覽車 請了我所有的親朋好友 我最後一關的時候 請他們搭遊覽車 上來 上去台北 從恆春搭到台北 然後請大家吃飯 於是這三萬塊就這樣沒了 辛苦了半年 但是很值得 下車 你衝到會啦 動了喔 下車 你們在約會是不是 對啊 走啦... 秀卿姐 怎麼搭得這麼大呢 如果這是真的 不曉得有多好 我知道 這一口給你帶回去搭一點 幹嘛用眼的 討厭 姐是帶我們來喝咖啡是不是 對啊 沒錯 這裡就是我 每次回到家鄉 一定會來關過的一家店 而且這裡很挑客人的 對 真的喔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進去 一定要帥哥美女 那我們應該進去 可以啦 可能沒辦法 感覺很厲害耶 這個是什麼東西 給你猜一下 這個是我一直 它不是芋頭糕嗎 不要看歐的幾千 這個是這裡的特色 我每次來必點的 而且又可以瘦身的 叫做是花生豆腐 這是花生喔 要不要試試看 好 我每次來必點 有吃到花生嗎 有花生的味道出來了 因為花生跟 它炒得夠瘦 夠香 所以它會有一點 微微的芝麻的味道 而且你不覺得它很綿密嗎 就是最介於那個豆腐 跟高粽的那個中間 對 混合在一起 像這間餐廳 它是什麼樣的特色 就是說它是什麼樣 類型的餐廳 它就是異國料理 因為這個老闆娘 嫁給緬甸的華僑 好舒服喔 然後他們夫妻喜歡旅遊 想上的那個照片 就是他們到世界各國去旅遊 拍下來的照片 拍下來的 然後他們很會享受人生 他們只做一個季節 另外一個季節 就是到處世界環遊 就看他們的心情 所以它等於是融合了 超級多國家的這個料理 好厲害喔 所以客人都要跟著他們的感覺走 對 跟著感覺走 請抓住夢的手有沒有 對 就是這樣 怎麼也像比利 不是 比利姐這樣跟著感覺走 我媽媽這段版權太難抓 所以小燕姐這道是什麼 我這道是馬來咖哩 這個看起來很讚 先咬一口 你的嘴型好好看 真的 它的咖哩蠻妙的耶 它吃起來香料感蠻重的 但是它沒有到非常的辣 對 還好 還可以吃到一點點野奶的味道 搭配起來相當的好吃 你知道我每次 這個都可以吃兩碗飯 我剛剛講 它的醬就可以一直配下去 真的 而且這個醬如果沒有吃完 我還會包回去煮麵加豆腐 然後自己再加雞 我都會教他多一些汁給我 對 因為它裡面就是它的醬 跟它的雞而已 等一下 怎麼了 你不可以吃 怎麼了 你不可以吃 你不可以吃 好神經 要沾下去 要倒下去 我以為是用沾的 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是什麼 它是梅子醋 我跟你講這一道 你知道這個肉是他媽 他娘自己醃的 尤其是加了梅子醋之後 更增添它的風味 那上這個呢 這道也很厲害 因為菱九本身非常愛吃芋頭 這道你要試試看 他們的芋頭白骨 你知道這一道你會愛上老闆 來 不然這樣 吃吃看 來... 怎麼樣 我覺得它這個芋頭白骨 它好像是比較偏廣東菜的感覺 它芋頭是很綿密的那一種 然後搭配這個醬汁鹹鹹的 是很順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這個芋頭 跟我們平常在吃那種 蜜芋頭的口感跟下去 它這個芋頭很厲害 我現在整個吃完之後 我覺得我現在嘴巴 都是那個芋頭的香味 就那個甜味都在嘴巴裡面 哈囉大家好 我是菱九 我是小賴 感謝各位支持時尚玩家 時尚玩家的Youtube頻道呢 會持續帶給大家更多好事好玩的介紹 沒錯 還有網路的獨家內容 還有精彩的幕後花絮喔 所以呢現在趕快按下訂閱 並且開啟你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囉